這幾次勝利當中他都是在第四節跳出來 我覺得孟淑教練他有個優點就是他會給球員 最主要就是把每一場球每一個球處理好 每一場球打得精彩這才是重點 剛才湯佳儒沒辦法歐洲不進去被煽火 35比134 顯勝了台皮 所以暫時在勝場上來講也算是打老東家 兩個球員的給球出現了默契上失誤 這個球被Brickman自己把球抄走 Brickman給的一個小球讓晴靈慶得到2分 所以下半場可能就像減少一些不必要的失誤 像上半場最後一波失誤 海神這邊也把呂薇婷給換上來 今天應該人人都有機會上來磨練一下 因為呂薇婷有更多的機會可以磨練新人 有一個人不是在磨練 有一個人在刷數據 就是現在看到了 我說不論是在進關還是防守兩端 都有很精彩的演出 Brickman溜得好快 用身體來保護他持球的這一隻手 要打到火鍋是比較容易的 但是他很會利用他的身體來保護 這跟Brickman打球啊 這個發生差點要送禮物 Brickman 吳宇斌 外圍 Catch and Shoot 有 他們也都是在看雲豹的那場比賽 對 他最後 雲豹是1分 擊敗了台北英雄 一個教練我們帶來的獎評 我是陳盛 他明天繼續的在小中旅館這邊 為大家帶來台杠電音 要來面對到威哥 看 1、2、3、2、3 Brickman 決定不下球了 自己切入 又是一個小打大Brickman收球 哇 找到吳宇斌 應該是哥爾嘉義 這個球真的傳得非常的漂亮 對 12分的分差 第一拍這邊張偉翔已經倒地了 對 該叫暫停的時候 該要求球員的時候 他依舊就是很很細心很用心的來處理